愛幽默 一天啊 一輩子 一生情 一輩子 兩輩子 兩輩子 留幫我今天 為了友情 真偉大 一起呢來唱這個朋友 唱我非常的順情 愛幽默 爆車之上一鬧翻 李淨良 溫生豪死下破冰 39秒同台畫面流出 那在過年有跟李淨良傳訊息 還是通過電話 互到新年吧 當然有啊 當然有啊 不想戀愛的示範 所以你有覺得之前的新聞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是好的 這個是蠻可愛的新聞 謝謝你幫我訓傳 愛幽默 愛幽默 溫生豪開心表情全血臉送 去年才被週刊爆料 新劇真外春秋 引你精良撤字 兄弟情徹底鬧翻 不過當時兩人一前一後否認 現在私下破冰影片也流出 愛幽默 一天我一輩子 一生情 一輩子 愛幽默 愛幽默 我們的友情真會辣 一起呢來唱這個混酒 他們非常的深情 短短39秒影片看得出 兄弟倆感情依舊分棒 據悉兩人之所以通胎 是因為李淨良醫美診所 17號舉辦春酒 溫生豪也受邀到場 氣氛看起來一片和氣 完全不受之前新聞影響 完全不受之前新聞影響 嗨大家好我是基妤 你看我看到他都節眉 平常我這個講話是行運流水 然後看到院長在旁邊的時候 忽然就詞窮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都說溫瑞凡 溫瑞凡那個渣男被喊了十年 其實溫瑞凡的原型呢 沒有啦 溫瑞凡比我優秀多了 我覺得生蠔真的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因為他是唯一願意花時間去Google我的人 你竟然接受三天新聞網訪問 也證實兩人本來就一直維持良好互鬥 但透露我們今天還在一起 他特地來幫我慶生 之後雜物千萬開的寵物醫院 開幕也會要溫瑞凡來鎮台 至於兩人合作的新戲 何時復拍 離敬良的扣肉 一直都在如火如荼的籌備中 而溫瑞凡過年期間 被捕捉到漢少羽為無康人情侶檔同皇大合照 甚至還提前幫他氣生 每年除戲除衣都一起吃飯 在餐廳啦 沒有在他家 家怎麼可能塞那麼多人 那個都是餐廳啦 家裡整個人塞四五十個人 那今年有可能是特地的 沒有啊 他往年也會來 好像你都覺得是 今年比較特別 因為提早了十幾天 去年他們 宇威他們也是幫我提早的位置 因為我都卡在農曆年前後 反正我第一個蛋糕 我通常都是他們接的 你是有提前過生日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那是我女兒買了蛋糕 她忽然就 就買了 今年她說她想要吃巧克力蛋糕 是她送你第一個蛋糕嗎 應該是 應該是 這個蛋糕 她很開心 雖然是爸爸出錢 哈哈哈 我以為是她想要吃的 她說6個蛋糕 吃了一塊蛋糕 她說6個蛋糕 是她看了